中国人上香时烧三根有什么含义 每根香都代表着什么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烧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 常见的祭祀礼仪和文化现象 远古时期 人们相信神灵和鬼魂的存在 为了向他们祈求平安 健康和丰收 就会点燃植物或者木材 亦散发香气 这就是烧香的起源 随着时间推移 烧香逐渐成为一种祭祀礼仪 并发展出各种形式和含义 关于烧香的数量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烧三根香 这个说法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 即天地人三界 在古代 人们认为这三个领域 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 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 因此烧三根香 象征着对这三个领域的敬畏和祈求 具体来说 第一根香代表天 预议着祈求神灵的保佑和庇护 第二根香代表地 预议着祈求土地的神灵赐予丰收和富饶 第三根香代表人 预议着祈求先祖的保佑和庇护 通过燃烧这三根香 人们可以同时向天地人三界 祈求平安健康和幸福 除了天地人三界的象征意义之外 烧三根香还有其他寓意 例如三根香也代表着佛法僧三宝 此外三根香还寓意着福禄寿三星 代表着吉祥幸福和长寿的祝愿 因此烧三根香被认为是对神灵或者佛祖的虔诚表现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祈福方式 除了烧三根香之外 这里还有一些关于烧香的忌讳需要注意 首先不要在点燃的香火前做出不恭敬的行为 例如随意走动或大声喧哗等 这些行为会被认为是对神灵的不敬 可能会引起神灵的不满和惩罚 其次不要用手去触摸点燃的香火 以免烫伤或引发火灾 此外不要在寺庙内吸烟或饮酒等行为 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对神灵或佛祖的不敬 而且烧香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 不要在易燃物附近点燃香火等 烧香的时候香头要对齐要一样长 一长两短肯定不行 每只香都要点着这样烧才均匀 否则一束香烧完了还留下几根立在那儿 在我国道教烧香儒家祭拜祖先也会烧香 为什么佛家也要烧呢 世界上还有哪些文明有烧香的习俗 佛家是中国佛教的简称 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宗教体系 虽然佛家没有像道教那样大规模的烧香 但佛家在修行和供奉方面也有一些仪式和习惯 在佛家修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通过修行来达到解脱和成佛的目的 修行的方法包括念佛 打坐观想等 在这些修行方法中并没有烧香这一项 在供奉方面 佛家也有一些习惯 例如供奉佛像菩萨像等 以表达对佛法的敬仰和祈愿 但是这些供奉并不需要烧香 当然了 这只是对于僧人们来说 佛教是从古印度地区传入中国的 最早的佛家子弟苦修都是其实 到了中国以后 僧人也学起道家在佛像面前摆上香炉 这种做法就是在偷懒 因为僧人可以讨要香火钱 在南北朝时期 很多寺庙仅靠着信众们上香交的钱 就能购买上千情土地成为大地主 释迦牟尼可不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徒子徒孙的 佛教经典中没有一句提到上香的事 烧香也不是道教的专利 在道教创立之前 我们的先祖就会烧香了 道家的专利是烧黄纸写符咒 总的来说 烧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 常见的祭祀礼仪和文化现象 过烧香这种行为 人们可以表达对神灵或佛祖的虔诚和敬意 也可以祈求平安 健康和幸福等愿望的实现 同时在烧香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安全和礼仪问题 以免不必要的意外和冒犯行为 在现代社会中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很多人对传统文化和习俗 逐渐失去了兴趣和了解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我们有必要了解和传承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 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含义 另外烧香并不一定就是与封建迷信挂钩 点的门香不也是香吗 也是起源于我国 还有檀香和沉香 能够去除房间里的异味 醒脑安神 这些都是有实际用处的 最后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瑰宝和灵魂 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我们应该珍惜和传承传统文化 让它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光大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注阿猫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